齐鹿亡羊 正国时期 魏国有一个思想家叫羊子 有一天 他的邻居王二放羊时 弄丢了一只羊 集合啊 集合啊 集合集合 全体集合了 集合啊 集合集合 同志们 亲人们 我们家丢了一只羊 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我现在请求大家 去找回我们丢失的那头羊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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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子啊 让你家同仆帮帮忙 找下丢的那只羊 我家人手不够 你家上上下下 几十口人出动还不够 拜托 山野田间岔路多 人少了不够分配 好吧 我让小白帮你找找 王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 行阳大军出发了 每个岔路口分一个人 最后只剩王二面对三条路 王二左瞧瞧又看看 上树灯高望远 跪地细看提印 却始终不知该走哪条 如果正面向上 则走左路 反面向上 走右路 立起来 就走中路 杨 杨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么多人去找 还没有找到 大路上有岔路 岔路上还有岔路 岔路生岔路 岔路何其多 我爬到树上 却看不到岔路的尽头 我归在地上 却找不到杨留下的蹄印 先生 不过一只羊而已 至于不高兴吗 你就看到那只羊了 你眼里就那只羊 它不是一只羊 它不是羊 丢一只羊 不算什么 探求真理 就像这齐鹿亡羊 如果迷失了方向 就会没有任何收获 齐鹿亡羊 走错了道路 也就找不到丢失的羊 正如在研究一门学问时 首先要确定正确的方向 了解其实质内容 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乃至走上歧途 都要是最后扭认的羊 该是阻止的羊 这都不能够